法国一向落实宽松移民政策 最近却突然宣布 拆除境内的所有移民营 星期四凌晨 巴黎警方派出了600名警员 拆除两个临时移民营 将上千名的移民送往临时庇护所 那目前法国政府没有计划 为这批移民申请庇护 不少人担忧 他们即将被遣返回国 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尔 星期三宣布 在年底前拆除所有移民营后 星期四清晨六点 巴黎开始祭出第一步 尽管外面下着雨 当局依然出动600名警察 强行撤离巴黎东北部 塞纳和圣诞泥边缘的 两大临时移民营 这次的行动是2015年以来 最大型的疏散移民行动 我们说明这些事情会不会再继续 它是明确的 为了再继续 我们必须应用一个训练器 我们必须应用一个训练器 应用一个训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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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表明 移民营的出现 让当地居民感到不安全 再加上移民营的卫生条件糟糕 因此当地居民频频频投诉 警方也接获213起挑衅投报 如今居住在帐篷的1600名 大多数来自阿富汗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 被迫紧急撤离 在警方的护送下 他们前往法兰西岛的15个零食 充当庇护所的体育馆 整个撤离过程顺利和平 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这对当地居民来说松了一口气 而对生活在恶劣环境的移民而言 他们也终于能安心地在室内睡一晚好觉 It's really bad condition for all the immigration here is not good environment It's very cold, the weather is too cold 而且每次有雨 土壤是不良的生命 我們做一步步步 我們做一步步步步 這裡是很困難的 100人住在一起 你不能睡在夜裡 有聲音 你不能保證你的手機 然而移民睡醒后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 法国政府没有计划收留这批移民或为他们申请庇护 因此外界担心这批移民很快会被遣返回国 至于他们想要回到移民营也困难重重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 警方将陆续疏散巴黎近郊的其他影地 计划24小时巡逻监督 防止新营地再度出现 马克龙政府这几个月一直收紧移民政策 普遍预料是为了2020年5月的市政选举收拢民心之外 更是为2022年的大选铺路 以避免选民支持法国极右翼政党